《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2月17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920期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先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们发布的一个公告说起 也就是我看到网络上播放了一个 2月16号 习近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在这个常委会上面 习近平向全世界宣告 说是实践证明 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重大判断 对防控工作的重大决策 对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 是完全正确的 措施是有利的 群众是认可的 成效是巨大的 这也就是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全世界宣告 他们的这个决策是无比的正确 伟光正没有一次他们不是伟大正确的 所以说习近平就再次表扬了自己 自我又膨胀了一回 看完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这个公告啊 我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历朝历代 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组织 对他人呢 共产党批评 而且是打倒在地 还要踏上一只脚 并且是扎烂他的狗头 让他永远不得翻身 对自己呢 是表扬还要加上自我表扬 并且告诉你 他这个党的正确性 他决策的无比的这个伟大 光荣和正确性 是任何人都不能比的 所以说叫做无耻道家 是压倒百家 习近平标榜的所谓完全正确 就是他的所谓重大决策的调整完全正确 就是指他完全放开啊 他完全放开就是阴阳静阳 应死尽死嘛 那么是死了很多老家伙 但是没有死绝啊 也就是大量的老人死掉 问题是死掉的老人只占领退休工资里面 最多占百分之十啊 还有百分之九十人还活着 活着这些人就能闹事啊 武汉老人不断的上街 不就是因为反对共产党要在他们头上再次割韭菜嘛 主要是没死绝啊 这些人都死了 那么就不存在 他们还能上了了街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上街呢 习近平就告诉你 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和境外敌对势力在后边搞破坏啊 也就是美帝国主义从来亡武之心就不死 他们亡武之心一直存在 就是不管中国发生大大小小什么事啊 首先党国就会告诉你 是帝国主义在破坏 是境外敌对势力在搞破坏 一定有美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呢 他们呢 在想方设法 对伟大的光荣政权的共产党在搞破坏 那不管你信不信 也就是始终有美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存在 为什么一定要让美国这个敌人存在呢 世界上稍微有点文化知识的人都了解 美国这么多年来 至少是近百年来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给中国帮助最大的国家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好 对中国的成长也好 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也好 美国给出的这个帮助是最大的 那美国为什么要成为敌人呢 因为这个美国这个敌人 就是共产党给你安排的一个假想敌 如果没有美国这个敌人 那老百姓一看没有外面的敌人 那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敌人了 所以说党国一定要让你知道 有一个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存在 而且这个敌人相当强大 不是随随便便便就能够打得倒的 所以你们要勒紧裤腰带 跟党国一起 想方设法要消灭美帝国主义 这样我们才能建设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 所以习近平不就是这么去强调吗 那么怎么去消灭美帝国主义呢 那就要建立反美反帝 抗美反帝的联盟嘛 大家应当还有印象 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啊 他连续从武汉疫情之后三年都没有出过国 但是他就在二十大之前 非常关键的时候 他去哈萨克斯坦去参加了上河组织会议 为什么习近平要去参加上河组织会议 当时呢我就做了一些分析 那么现在来看 习近平去参加上河组织会议 除了当时我们分析的 他必须拉拢住上河组织 这个里面所有的跟美国对抗的这些国家 结成这个反美反西方的联盟 然后一起跟美国讨价还价 习近平主要是为了讨价还价 在美国人面前表示 你看我是上河组织的老大 上河组织都是反对你美帝国主义的 如果你美国跟我中国能够大成友好同盟 我们彼此之间放宽对对方的这个条件 那么也可能我就不会让上河组织呢 对你美国的抵抗的那么凶 因为所谓上河组织就是那几个斯坦了 什么哈萨克斯坦了 吉尔吉斯坦了 就是乱七八糟的这些斯坦 这些所谓一带一路的国家 最重要的有俄罗斯有伊朗有土耳其 习近平拉拢俄罗斯拉拢伊朗拉拢北朝鲜 这是习近平自己的底盘 就是靠这几个邪恶主性国家 形成了一个反美抗美的联盟 这几个国家都是美国制裁和打击的 习近平拉拢住这几个国家 并且在这几个国家里面当老大 习近平就可以有跟美国谈判的本钱 也就是跟你讨价还价啊 你看看你反对要打击要制裁几个国家 都是我的盟友 也就是我的盟友也可以结成一个邪恶的核心 这个邪恶的核心是可以对付你美国 对付西方世界的 所以说呢习近平这种做法呢 他不仅仅是他故意要找邪恶结盟 最重要是通过跟邪恶结盟 好跟你文明世界去叫板 以及跟文明世界去讨价还价 这是习近平当时他冒着风险 要去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原因 第二原因也是习近平认为 二十大布局他基本掌握了 他趁着他自己出国这一段时间 他已经安排好他的静卫军 对那些反对他的那些政治派别 如果一旦他离京这些人 想在北京搞宫廷政变 在北京搞叛乱的 马上就割杀无论 无论是江振派系还是团派派系 包括还在朝的李克强汪洋这一类 如果有人有异动 那静卫军马上就斩杀 所以习近平也是搞一个火力侦查 目的就是什么 引蛇出洞 就说我不在北京嘛是不是你们就要搞叛乱呢 当然他自己有这个底气 就是他完全控制得住静卫军 那么北京有丁薛霞有钟绍军 那么公安部有王小洪 他靠这几个铁杆帮他控制着北京的内衛部队 就保证他自己的安全 而且同时可以随时去绞杀 一切他认为需要绞杀的反对力量 他离开北京也有这么一个目的 当然了二十大最终给他连任成功了 连任成功以后也就是习近平过去所设想的可能又反叛的各种政治力量 基本上都给他铲平了 那么连任成功的达到目的了 下面就要跟美国修好了 因为跟美国如果是翻脸跟美国一直是对抗 那习近平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 已经自从武汉疫情之后对抗了三年了 三年下来中国可以讲气都喘不过来 那么如果跟美国缓和以后呢 可以什么可以在外贸上面重新抬头 可以重新接到一些订单 可以让一些外资呢不至于马上就脱钩 也就是习近平希望通过跟美国的缓和 给他自己呢去舒缓一下外部环境 因此才跟拜登不断的勾兑希望布林肯来访华啊 哪知道一个气球就把他们自己本身要勾兑的这个计划 这个硬模就给打破了 那么气球事件出来以后 拜登显然不能够让布林肯马上再来访华 那你布林肯不来访华 并且指责中国放这个间谍气球对美国进行侵犯 而且要对中国进行大力度的多方面的制裁 这时候你跟美国正班呢 一押还押他们一押还押还过了 啊就是把人家美国的雷森公司啊 洛克马丁公司啊再拉出来制裁一遍 人家公司没有一个人在你中国工作 没有在你中国有一分钱存款 没有任何人保养一个二代在你中国 你这个什么制裁不就是制裁空气吗 但是呢表面文章要说 习近平也知道这种制裁一点没有用 对美国没有任何效果 那么对美国真的有刺激的就是要拉拢邪恶诸心 一旦跟这些邪恶的国家抱成团 这样对美国呢是有震慑的 所以习近平就采取你布林肯不来 你布林肯不来 我们把伊朗总统叫过来 所以说伊朗总统就这两天到了北京访问 到了北京访问 然后就请这个伊朗的总统 到北京大学给他授予一个教授的称号 让他当北大教授 而且这个伊朗总统这个叫莱西德 他毫不要脸的跑到北京大学去发表演讲 他演讲说什么 他演讲说某些国家难以承受伊朗和中国的崛起 我不知道这个伊朗总统他要不要脸 什么叫他伊朗和中国的崛起 伊朗是一个什么国家 当一个连女人这下头巾都要被处死的国家 他要崛起 当一个在中国说一两句真实的语言 就要被送进监狱里面坐牢的人 这种国家要崛起 这对任何一个时代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如果人类社会不能阻止这种邪恶势力的崛起 那么人类文明肯定会葬送的 所以伊朗总统在北京大学居然讲 国际社会是看不上的伊朗和中国的崛起 你伊朗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崛起 就一类的全世界文明的毁灭 而中共呢 他就是接受这种邪恶 把这个伊朗总统到北京大学 授予他一个博士协会给他一个教授 前几年普京到中国来给普京送了一个清华的这个头衔 给他一个清华博士清华教授 那下次三胖来怎么办呢 比北大清华再高的大学是哪里呢 我看只能是梁家河的话 下次三胖来给三胖授予于一个梁家河博士 让三胖呢也在中国去学一学习近平讲的梁家河有大学问 跟美国勾兑的梦想呢 被自己的这个气球呢 给人家把气球一打破 最终这个梦想就破灭了 那么布林肯就不来了 跟美国勾兑也勾兑不上了 本来想通过外部环境的宽松 能够继续通过外贸出口 通过外资有在中国的投资 以及外贸订单的增加呢 可以给中国带来一些外汇收入的 现在外面看来是完全不行了 那只能是启动内需啊 习近平把唯一收割的可能把这点酒塞 就看到中国14亿老百姓的口袋 所以说呢 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的副市长叫龚承志 他在国刑办举办的一个实施质量强国的新闻发布会上面 他就表示中国一定要建设高质量的经济环境 我们要做到让国企敢干 民企敢闯 外企敢投 这是国家发改委的这个副市长 他呢把这个口号讲到正天下 什么叫敢干 什么叫敢闯 什么叫敢投啊 敢干 敢闯 敢投 都不如共产党敢抢 随便你是外国资本家来投资了 还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闯出一片天地了 或者是国企大胆的敢干 创出一片新的业绩了 随你是什么样 都不如共产党敢抢来的痛快 党国就是等你们自己把这个韭菜掌注重了 党国就来收割了 所以说这个发改委这个副市长讲的话 就是一样作用也没有 最终就是什么 最终就是你们发达了 党国就来抢了 那么高质量的经济环境怎么开始呢 2月16号商务部召开了例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叫苏绝亭 他说就是要让修索配钥匙修鞋子有序回归百姓生活 这就是打造良好的内需环境啊 这就是商务部他说他要推出积极的便民生活建设 重点完善社区消费的供给设施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一圈一侧 推动补齐便民服务的设施短板完善生活基本保障内液态和品质提升的液态 让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有序回归百姓生活 实际上他们告诉你老百姓 现在咱们就是搞内需 搞内需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摆地摊 摆地摊就是修索配钥匙擦皮鞋 就让你们到地摊上把这个活再干起来 问题是你干这个活不代表城管不来管啊 党国留政策时候城管是躲在一片 过了几天城管来收割的时候 城管把你的摊子就砸了 也就是城管就是大爷 为什么要搞摆摊经济呢 显然就是告诉老百姓你要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嘛 准备打台湾了嘛 新三年 旧三年 风风不补又三年 这不就是内循环嘛 因为习近平唯一能收割的韭菜 就是这14亿老百姓指望他们提高内需了 问题是老百姓没钱了 拿什么钱去消费去提高你的内需呢 习近平心里面很清楚 现在没有任何对外出口了 外资都已经全部撤走了 这些外资不都是给他逼走的嘛 也没有外贸加工厂了 世界工厂的地位早就转移到印度 转移到东南亚去了 外贸订单们根本就接不到 没有哪一个外商敢把订单交给你中国做 除了你自己不能够及时交货之外 还动不动因为你这个理由那个原因 最终就完全是误了人家要交单的时间 哪一个外贸订火商跟你中国下订单呢 那么所有现在的出口基本上都停摆 能够还往外出口的不是去俄罗斯 就是去了北韩就是白送啊 所以说所有的经济 习近平指望就是国内的这个经济内循环 而内循环靠什么循环呢 过去有房地产 但是房地产这么几年已经什么叫青黄不结 大量的房地产都烂尾啊 在烂尾的情况下有几个老百姓还敢买房 而烂尾的房产过去买了房的人大部分都断供了 人家不可能每个月给你交房贷 然后人家指望不到自己的新房子拿不到手啊 所以说呢房产现在是一摞千丈 尤其是北上广深 这个全国一线大城市 有的地方的房产都拦腰斩啊 那么房子越跌老百姓越不买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 买涨不买跌 你越跌人家就越不敢出手 而银行一看你将家了 银行就更不敢贷款 银行不敢贷款老百姓就更买不起 所以说房地产已经一摞千丈 这个类循环循环不起来 想刺激怎么刺激啊 现在有的银行都说 他们愿意把这个贷款还款的年限把它放长到一百岁 也就是你哪怕到一百岁你还款 我们把你这个贷款年限加长 你比越少还点 你多还一点年贷 那你想呢 中国有几个人户一百岁 你把这个还款年限放到一百岁 那么人家死了怎么办呢 银行不在乎你死 中国的房地产是无限责任制 也就是如果是房地产你钱没还完 那么你死了你儿子还 你儿子死了你孙子还 也就是人死了债不烂 并且这叫无限责任 所谓无限责任就是一旦你还不上债 银行马上的嘛 就起诉你 最终就清偿你自己家里面 包括儿子孙子你家里面所有跟你有继承关系的人 他们家里面的所有财产拿过来给银行还钱 哪怕你家里面养的一只鸡都能算成财产 最终什么 最终给你这个房子还钱 这就是无限责任制 所以银行带给你 哪怕带着你一百岁带着你一千岁它也不怕 只要你这个家里面没有绝种 只要家里面还有一根针的财产 银行都敢带给你 因为什么不怕你还不了 你死了再烂不了 这是指银行放贷 它不怕这个年限过长 但是国家医保呢 医保现在就对不起了 它就怕你领钱的时间再多 所以它要增加你交费的时间 你如果是你领钱的时间多 你交费的时间短 那国家不就是白吃亏了吧 所以说现在呢 各地都出台要延长你交保的这个时间 江苏省最近就发布了它的医保条例 这个医保条例就明确规定 从2023年就是今年6月1号开始起 延长终身医保交费的年限 过去只交了15年的医保 你是不能享受终身医保待遇的 现在马上要给你延长 女队要延长到20年 男的要延长到25年 江苏做出这样的这个规定 不是江苏第一家 也就是北京上海广东早就宣布了 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要加强韭菜的这个收割期 绝对不能让你们交费的时间年限过短 你只交了15年 最终你有65岁退休 你一下获得个90岁 你一下子就享受了25年 那你只交了15年 那国家不就是吃亏了10年吗 所以说党国怎么能吃亏呢 让你多交 先把你这个交费的年限给你延长10年 可能是你刚刚交完你就死掉了 这样不是你交的钱国家就白拿了吗 你是不是说你就算反正打得过党国呢 那你不会说共产党你什么流氓政府 你怎么招令息给啊 我们交费的时候 你是跟我们讲只要交15年 等交完15年我们退休以后 我们就可以享受终身医保 你觉得共产党需要跟你讲理吗 共产党哪一天不在耍流氓呢 你回顾一下80年代初 当时规定计划生育 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的 到了后来呢 后来告诉你讲养老不能靠国家 不能靠政府靠你自己 现在不是只生一个好 现在你生三个生四个才好 也就是当时是谁生就全村皆杂 对你就是重罚 现在对不起 你不生要罚你 也就是共产党的政策哪天不再变呢 你交15年你65岁你退休 你退休国家就养你一辈子吗 你要活到85岁 除了拿回你自己已经交的那个15年 国家还要补替你5年 你要是活得还不止85岁呢 那究竟是共产党收割你的韭菜 还是你多活你就收割了党国的这把镰刀呢 所以党国这个账肯定算得很金的嘛 而江苏省这个退休医保条例里面就明确这样写 说是职工依法办理退休手续 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 达到退休年龄时候参加职工医疗基本保险缴费年限 包括国家可以认同的视同缴费年限的实际缴费年限 男性必须要满25年 女性必须要满20年 只有达到这个年限才可以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也就是你现在就要你再多交十年 你原来交十五年没用了 他们又有新文件出台了 就像我建民就是曾经交满了不止十五年 当时认为交满了十五年以后退休 就可以领到退休金领到医保金了 按照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我那个就是白交了 当然了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以前无论交多少我现在都享受不到了 但是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跟我建民一样的 全部交了十五年的人 他们显然到了退休年龄是希望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 但是那现在党国出文件了 文件一出就告诉你必须再交十年 那么十年大家是不是咬着牙再交十年 交完十年是不是就享受终身医保了呢 那你知不知道党国等你把这十年交完 十年以后党国又出文件了 再次延长终身医保交费年限 现在就不是二十五年了 跟你延长到三十五年 你不交你不交你前面二十五年就白交了 所以说呢最终就变成了六十五岁退休 你以前已经交过十五年 现在你要补交十年 你一下子就交到了七十五岁 交到七十五岁党国跟你再次延长十年的话 就要交到八十五岁了 这时候你就要算一算你这个能不能再交不交呢 前面二十五年就白交了 你觉得自己升级还可以 这个钱我很可行交吧 我前面都交了二十五年 否则我不就全部打水漂了吗 那你就又交了十年 又交十年你就85岁了 85岁年了活的吗 很可能是你还没交到这个年限 没活到85你已经死掉了就挂掉了 那你前面交的这个二三十年全部报废了 就算你升级很好你活到85岁了 请问你活到85岁了 党国也让你什么享受终身医保待遇了 你还能活几年 到了85岁以后你不换器官 你还能活几年啊 而换得起器官的人 他又不用交医保 国家给他报销 他早就可以把全身的器官换个遍 所以你普通老百姓 一直交费熬到你85岁 完了以后嘛 完了以后要么是立马就挂掉 要么就是什么 不挂你就拿大把钱来换器官 换完器官 那你才能一年一周才能享受到你一点医保 你觉得党国这个医保究竟是他们去终身给你提供医疗保险保障 还是让你交一辈子钱 让你被割了一辈子的韭菜呢 所以党国就是这么算计你的吧 网络上就有这么一个预言说 黄楚郎对鸡说你每个月给我几个鸡蛋 我就给你盛着等你老了你就不能下蛋了 那时候我暗月烦给你还多给你几个鸡蛋 等于给你点利息嘛 黄楚郎的花言巧语 整个村子里面的所有老母鸡听得头颠颠的 大家都分别把自己的蛋全部交给黄楚郎了 黄楚郎收到那么多蛋自己吃一部分 给亲朋好友送一点 然后再到市场上卖一点 日子过得好的不得了 等到这些鸡老了找黄楚郎来拿蛋的时候 黄楚郎又美滋滋的喝了一顿老母鸡汤 这就是什么黄楚郎跟老母鸡的故事 就是共产党跟中国所有交医保人员之间的这个故事 就这么简单嘛 那你说明的这个就是陷阱嘛 一步一步骗嘛 先交你交十五年 然后补交十年到二十五年 然后二十五年再补交十年到三十五年 这一环一环的扣 那么老百姓就愿意交就有人愿意上当嘛 我告诉你讲肯定有 共产党愚民政策的成功率啊 跟傻逼愚蠢力是成正比的 就是傻逼越多代仨程度越高 共产党的骗数呢就能持续的越久 网络上有一个自称是大威小威的叫刘德军的傻逼 他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在网上发帖子说 别问我为啥不找对象 祖国一日不同意 我一日不动情 国家尚未富强 我怎能儿女情长 就这样的傻逼 他还把自己的头像挂在这个网络上 站在身后都是破破烂烂的那个房子 像他这样的人到哪里找到对象 然后他说国家没统一 他就没有儿女情长 这种傻逼 马上就被网友从朋友圈里面把他找出来了 前几天被城管打得逼情脸肿的也是他 没有钱给父母治病的也是他 家里面的土地被村干部霸占的人也是他 也就是像这样的人被共产党盘剥殴打 已经沦落到这个最底层最底层 就这样的人丝毫都没有改动他的爱国心 这样的傻逼在中国有的是啊 为什么党国的医保政策退下去一次一次能成功啊 然后一波一波有人去交钱啊 就是这些人你别看他活了一辈子 他们的这个傻逼程度 跟这个叫刘德军的没什么区别 也就是党国掠他一万次 他爱党一千遍 这样的人在中国有的是 党国正是因为有你们这么多的这些傻逼 认可共产党的所有的愚民政策 所以说他们就可以在老百姓头上若你收割 把你现在交易保的年限从65岁延长到75 从75给你延长到85 85能不能给你延长到100岁呢 那就是另外一说了 因为基本上党国就算好 像你这种平民交加的人到哪里活过85 那么在85岁之前你不是一直在交钱吗 等到你到85要领钱之后你已经挂掉了 所以党国给你算得好好的 对普通平民就是这个命 85岁以后能继续活着的 那当然是党国的权贵了 这些人第一个换器官是不用自己花钱的 第二个他们有的是器官供他们换 所以党国这些享用特权的这些高级干部 所有的权贵跟党国结合的这些富裕人群 他们一点都不操心这些钱对他们来讲交得起 因为什么他们享受得到 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操心 将来想换哪个器官换不到 因为共产党的这个制度就打造了 让所有共产党高级干部 让所有跟权贵结合的所有的富人 他们已经是夜夜升格 日子过得滋润的不得了 他们这些人如果身体有个什么问题 随时把器官一换 他们就延年益寿了 所以说为什么共产党的这些高级领导人都活九十一百呢 为什么习近平咬着牙咬应死尽死呢 因为习近平也看不惯这帮老家伙 他们到了九十还不死 还在享用的党国支付的大笔的退休给他们的这个待遇 所以习近平用阴阳尽阳应死尽死也弄死了一批 只不过死的人不够多 老人没有全部死掉 所以造反的人才存在 习近平现在延长你们交保的这个年限 哪怕现在你们闹 你们这个医保的钱现在就不改革了 这一两百块钱给你 但是给你的钱是不足你还要继续交你医保的钱的 把你一下子延掉十年 你觉得这个十年你花费的这个费用 通过你这次维权保住你这个待遇 这个钱就够用了嘛 肯定是不够的 你要多逃的 所以党国用一万个办法从你老百姓头上割韭菜 这就是为什么武汉老人站出来 现在被很多坊间称为叫白发革命 白发革命跟白纸革命呀 会席卷全国的 最终什么 当所有老人都采取对共产党不合作的态度 跟党国不屈不挠的抗争到底的时候 共产党他还能趁几天呢 我动不动讲共产党要灭亡很多人不相信 相信不相信在于你 但是讲不讲在于我 我坚信我建民这一生一定能看得到共产党先灭亡 共产党挂了以后我建民再挂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